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就是摩西因则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就如看见那看不见的主 我们要处理一些有些人认为是个大问题 其实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 这里讲到神是那看不见的神 但是在圣经里头又有一些经文讲到人看见神了 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第一件我们要做的是 要知道圣经不会自相矛盾的 在我们解经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基础 如果圣经里头有一些似乎自相矛盾的东西的时候 问题是出在我们缺乏理解 第二件我要说的是 有一些经文难以理解的时候 我们要从那些清楚的经文来解释 那比较不清楚的经文 让我再补充一点 我们不可以借着一段比较模糊 难以理解的经文来发明一个新的教义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答案 借着我写的一些东西 圣经清清楚楚地教导 神是那看不见的神 因此圣经里头神的显现 我们应该认为这是神的一个意象 是一个神的象征性的显现 象征性一个属灵的 怎么讲 一个属灵的事实的象征的显现 我们想想以西结束第一章第一节 讲到天开了 他就是以西结看到了神的意象 这里有一个分别 他没有说他看到神自己完全的荣耀 不是啊 他乃是看到了神的意象 第一章二十八节又说了 先知呢就总结他所看见的意象说 他的语言非常清楚 他说云中的形状怎么样 光辉的形状也怎样 这是耶和华荣光的形状 你看没有他在故意避免一个直接了当的一句话 他在神跟他之间 他放了一个距离 他没有直接看到神的完全的荣光的显现 他只是看到神的荣光的形状的一个意象而已 如果你看看但以理说第七章 但以理也看到了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意象 看到父的一个象征性的形状 他怎么看到他 像那那个很古存在者 他的意思不是说神是很老的一个脆弱的老人家 他乃是用一些语言来表明神的智慧和权柄 而且在路加福音第三章 二十二节 施许约翰看到了天开的意象 圣灵像鸽子一样的像鸽子一样的降临 当然这个代表的东西很明显 当然圣灵不是鸽子 是象征 虽然人看到了神的意象 甚至在以赛亚书二十六章 第六章 以赛亚说 在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 我看见主 他们不过是看到神的意象而已 一个象征的事实 显明一些有关神的一些事实 他们不是真正看见神的丰满的存在 因为没有人看见神能够继续活下去 甚至在以赛亚书六章那个意象里头 那环绕神宝座的撒拉佛 我们可以理解 这些撒拉佛 这些天使是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 最有能力的 最美丽的受造者 为什么能够说呢 因为他们跟神最相似 没有任何受造之物 像天使那么近 他们很有能力 他们很顺洁 他们遮掩自己的面 他们受不了神的荣耀 看到没有 何况是人类呢 怎么能够见过见神呢 我们再看看其他一些 有关神是看不见的 一些重要的经文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 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 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勇士的君王 独一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这里我要说几件事 我不愿意重复 整本圣经 其中一段最荣耀的经文 这里说了很多伟大的事 这整段经文 想要在我们里头 激起一段对神的敬畏的心 好像我们看到 我们需要把荣耀尊贵敬拜 都归给他 他是那独一的神 他是那不能死的 他是永恒的 这里又讲到 他是不能看见的 我相信我要讲的 最重要的重点是 他根本就不像我们人类 你知道值和量的分别吗 当我们讲到 我们跟神的分别的时候 不是量的分别 他不是跟我们人一样 比我们更好 更壮 更大而一步 那是值的不同 他是在完全一个 不同的种类里 他根本不像我们 不能见是其中一个 他跟我们不同的地方 我们是物质能见的 他不是 我们是有限的 他是无限的 我喜欢 R.C. Sproul给我们的一个例子 一个神学家 谁更像神 在地上爬了一小小虫子呢 还是在宝座旁边敬拜的撒拉佛呢 哪个更像神 答案是 两个都不像神 神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等次里头 让我给你一个例子 虽然这个例子不好 但是这是唯一能够想到的 我们来 譬如天上太阳 太阳很遥远 对不对 同意不同意 他比我大概 成个高 大概一尺吧 他比我高 对不对 不只那么高 我如果说我跨口 你看 我比Larry 我比成哥 比太阳近的多了 我能够跨口吗 对不对 这不合理于 我们两个都离太阳这么遥远 我虽然比 比成哥近那么多 但是近不了多少 但是对神来说 更是无限的不同 这是我要讲的重点 这是其中一个我们敬拜祂 我们敬畏祂的原因 祂完全不像我们 但是 祂竟然变成像我们的形象 祂穿上我们人的肉身 祂不是受限制的 但是祂自愿地把自己限制在一个肉身 为什么 祂要那么做 因为祂爱祂的百姓 这是拯救祂百姓的唯一途径 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 我们再继续看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十六到十七节 15到16节 那可称颂 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 万祖之主 就是那独一不死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 是人未曾看见 也不能看见的 要将它显明出来 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 都归给它 阿们 我们要看几件事 没有人像他一样不死 也没有人可以靠近他 没有人能够看见他 看见他就必要死 不仅是因为他是公义的 不仅是因为他全能的 尽管这些也是其中的原因 让我再给你一些思考的材料 没有人能看见他 如果看见他 死定了就死定了 这是他告诉摩西的话 让我们暂时不考虑 他的公义 他的能力 我们只看 我们看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你看神一眼 就会要你的命 因为也许你没有考虑到这些 从前 因为他的美丽 荣美 他的荣美会把你给杀了 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看过早上的黎明 或者是黄昏 没得不得了 呼吸不出来了 叹为观止 当你结婚的日子 你看到你的新娘 他把你的气息都带走 我们看过美妙的东西 我们说 哇 这真美 美得不得了 你只要一瞄 见到神的荣美 如果你没有靠着神 超自然大能 得到能力的话 你就会发疯 瞄他一眼就疯了 哇 他的荣美 美到一个地步 你无法理解 那什么黄金街 没有意义了 你现在不想看 那个珍珠门了 这算什么吗 所以我们必须得到 神的能力 才能够有神的灵 住在我们里面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其实比你所认识的 更加超自然 更加超然 在你身上发生了一件 发生一些令人惊叹的事 好叫基督能够住在你里面 将来的 等候着我们的 是这位神 他的荣美 叫一切相形逊色 你就拿那些神所造的 最美丽的东西来说 跟神自己的荣美相比 根本就是小无间大无法相比 你想想 我的前几天 我儿子问我一个问题 他是我十岁的神学家 小神学家 他说 爸 真的 我说 他说 what's going to keep us from just going bored from just being bored in heaven 在天上 什么能够使我们不闷呢 I mean eternity is a long time 在天上 永恒很长很长 会很闷呢 好闷呢 你知道什么吗 使我们不闷 在天上 我不喜欢用这样的言语 但是我必须那么说 好叫你能够明白 永生不仅仅是 永远的时间而已 基本上他的意思是 一个不同的直的生命 在神的面光中的生活 让我们 就算说 永生是永远的时间好了 what's going to keep us from just going mad from boredom 在永远的时间 我们怎么会不发疯 怎么能够使我们 不闷死不发疯 必须天上有一些 有一些东西 有永恒的荣耀 才能够使我们不发疯 不管你在天上多长久 你还没有开始 开始 明白这个荣耀 那是神 让我们用 小孩的语言说了 你到天上去 你看到神的意象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你看见神的荣耀 你从前从来没有经历过 如果你没有被他的能力 他没有加你能力 你就会死掉 他的荣美会叫你发疯 你充满了喜乐 几乎要乐死了 如果你不得到能力的话 你就敬拜他 你活在那个当中 然后你睡觉了 其实天上不睡觉 我是故意用小孩的语言说 你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又看到神了 比昨天你看到的神的荣耀 大得多得多 如果你没有得他的能力 他的荣美会使你发疯 你快乐到几点 好像你从前没有经历过喜乐一样 甚至昨天的喜乐 比起今天相形顺色 然后你睡觉 第二天又起来了 哇这是又一次 更更越来越大的神的 神的荣耀的启示的证限 越来越多 一直无穷无尽 因为他是无限的 所以你绝对在天上不会闷的 闷不死的 看到没有 我们要看看一些其他的事 这里讲到 15节 那可称颂的 唯有权能的 就是主权 这个字 听这个希腊字 独有权能 Dynastase 这个字 教你想到什么字 我们从这个帝国 从这个字 我们英文的字帝国就这个来的 很多的世界的列国都有王朝 中国有很多的王朝 帝国王朝 但是王朝 有起 有福 有新 有衰 对不对 君王会死掉 国度也会 衰弱 这里有一位 他的国度 是永远不会 止息的 这里我们有个王 他是永恒的 你永远不能投票 把他给罢休掉 他永远不会死的 你不能够等到另外一个人竞选 竞选到他 另外一个人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虽然我们现在不看 但如果我们看 但一里书的话 我们会发现 虽然我们需要承认政府的权柄 我们也需要顺服政府 我们也要为我们执政掌权的祷告 我们也要尊重那些当得尊重的 但事实上 只有一个王 对不对 其他的就像 那个 指头的小孩 坐在那个玩具的 宝座上 头上戴了一个 指头的 王冠 只有一个真的王 他就是我们的主 救主耶稣基督 是你的长兄 掌管宇宙 万有 这是一个令人得安慰的思想 好 这里讲到是不死的 他独一不死的 就是那独一不死的 唯独他不死 我现在给你一个希腊文的功课 一个课程 你把这个字啊 从希腊文你把它分析开来 它有个词 有个A 这是一个否定 就是不 不的意思 还有那个字 意思就是不死 你把这两个字放一块 什么意思 不 不 不 他与死亡 毫不相干 完全不能进入神的功臣室里头 他不死 完全不死 有一件事啊 是老百姓往往不能明白的 这就显明了神跟人类的差别 你跟我必须要努力 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我们必须努力才能够生存 对不对 我们必须要下功夫 要付代价才能活下去 而且我们必须愿意 活下去 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做 因为生命不是我们的一个属性 人类的属性 但是生命却是神本身的一个本性 他没有必要要下定决心 要活下去 没必要 他也没必要付代价才能生存 他就是生命 你看到 圣经常常用这样的话 我就是什么什么 他是生命 就是了 叫人惊讶 他不能死 他不必挣扎生存 他就是生命 没有限制的 没有任何的 有限辖制的 生命能力当中生活 使徒保罗怎么说 他说 那个在我里面 动工的大能大力 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弟兄姊妹 有神给我们的能力 能够克服的能力 大过我们所想象的 如果我们靠自己能力生活 那无所谓 对不对 所以借着神的话语 不断更新我们的心灵 借着祷告 不断的更新 是何等的重要 有人对斯布真说 你是怎么办得到的 你做的工作 三头六臂啊 这是超过一个人能做的 他说 我比一个人更大的确 因为基督住在我里面 他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离开了他 我们啥都不能做 但是 在他里面 没有难成的事 这里也讲到 神住在那 人不能靠近的光里 我们不能够靠近他 除非他允许我们 我们唯有借着基督 才能够就近他 我要你好好想一想 你记得以斯帖的那个故事 她必须要来到 雅哈水族王面前 来救她的百姓 她是什么 她就是一个宗宝 对不对 以斯帖是个宗宝 她是 她的百姓当中的一个成员 她也是个犹太人 她必须到王的面前 来拯救她的百姓 但是如果她靠近了 王的王室 如果王没有邀请她 她自己去的话 她可能被杀掉 所以当她进到王面前 她盼望王可以把她的金杖伸出来 如果她伸出来 她就可以活下来 她就可以为她的百姓 祈求带导 对不对 看到吗 好 如果你跟我进到神的面前 靠着自己的善行 借着自己的义 要进到祂面前 祂会伸出祂的金杖吗 不会的 我们会被定罪的 所以我们就没指望 来了我们的一位兄长 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他是完全的神 也是完全的人 他进到父神的面前 他进到父神的面前 好 我们唯一能够来到神面前的 方式是借着恩典 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不配得的恩惠 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的义 进到神面前 但是基督 他不用允许 这是很大胆的事 他坦然无惧地进去了 他没有必要靠着恩典 才蒙愿 他配 他是完全公义的 他是完全圣洁的 他靠着自己的义 自己的善行进去 父神伸出祂的帐 基督就是我们的中宝 你看到吗 所以这一位 人不能靠近的神 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的 道成肉身的儿子 他在世上 为我们活了一个 完美的生活 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又从死里复活了 借着他自己的义 他进到他父神的宝座前 这一位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他登上了宝座 坐在父神的右边 好 这一切的真理 应该使我们更加将悲 来敬拜他 但是最重要的 要欣赏他 你看他为我们 成就了何等大的事 看哪 这是何等大的慈爱啊 我们看生命纪的第四章 生命纪第四章 我们看生命纪的第四章 十一道十二节 那时你们进前来 站在山下 山上有火焰冲天 并有昏暗 密云 幽暗 耶和华从火焰中 对你们说话 你们只听见声音 却没有看见形象 再看十五节 十五到十八节 所以你们要十分 要分外的谨慎 因为耶和华在和列山上 从火中对你们说话那里 你们并没有看见 你们并没有看见什么形象 唯恐你们败坏自己 雕刻偶像 仿佛什么 男像 女像 或地上的走兽的象 或空中飞鸟的象 或是地上爬松的象 或者地底下水中鱼的象 又恐怕 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你什么都没看见那天 你没有看到任何形象 你没有看到任何的偶像 所以你不可以雕刻偶像 你不可以造什么形象 idolatry must be avoided like the plague 我们必须 严严的远离拜偶像 就像远离瘟疫一样 now how can we avoid idolatry 我们怎么样子远离拜偶像呢 首先 我们要尽量避免造任何神的形象 我们也要避免扭曲神的形象 我们要积极地 而且不懈怠地 明白神的属性 可能很少人 尤其是美国 在那造偶像 雕刻偶像 很少 但是其实传道人 总是在造偶像 我们看看一些传道人 他们说 我的服饰 不是在讲人的罪 定人的罪的 我的服饰 不讲论神的愤怒了 我的讲论审判了 神叫我 呼召我是讲 讲论神的爱的 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给人一个 错误的 扭曲的神的形象 神是不是爱呢 当然是 但是他的爱是公义的爱 他也是圣洁的 他也是主宰万有的 他恨无罪恶 他也会审判罪恶 看到没有 很多年前 我有一次讲道 那天晚上我讲的主题是 神的圣洁 讲完之后 有些人在门口 他们很不高兴 我们对你很有意见 他们说 我说好 什么意见呢 请说 我说今天晚上 你讲神的圣洁 你没有一次提到神的爱 我说好 对 没有错 你讲的没错 你昨天晚上 有没有在这听呢 我问他们 我说是 我们在 昨天晚上 我讲的是神的慈爱 我没有一次提到神的圣洁 对不对 你们昨天晚上 没有一个有问题的 提意见 对不对 所以我对你们有意见 看到没有 他们很不高兴 如果我讲圣洁 他们就不高兴 如果我没有 同时讲到爱的话 他们就不高兴 但是 反过来 当我讲到神的爱 却不讲圣洁的时候 不讲到神的圣洁 神的公义的时候 他们就没问题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一个传道人 讲神的爱的时候 这些老百姓 会生气的 没听过 但是当一个传道人 讲到神的主权 传道人讲 神的公义 神的愤怒 问题就来了 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我们不应该 我们不应该给人一个 扭曲的神的印象 人总是在传讲 神的愤怒 却不讲神的爱的话 他们也扭曲了 神的形象 你看到没有 我们再看看下节经文 首先我要说 神是没有物质的 他是个灵 他是眼睛看不见的 人眼看不见的 那我们怎么能够认识 这样一位神呢 怎么认识他 怎么知道他 如果他是灵 他是看不见的 我们看看答案在哪 看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四十六节 六章四十六节 耶稣说 这不是说 唯有从神来的 他看见过父 这不是说 有人看过父 看见过父 唯独从神来的 他看见过 唯独基督才看见过父 这里我们看两件事 他看见过神 三件事 第一 他看见过神 但是不够 他也必须能够明白神 明白的意思 就是完全拥抱一件事 能够把它 完全怀抱 揣抱 我们再回到 一个杯子的例子 你能够把整个海洋 都倒到一个杯子里吗 不能 那一个人 怎么能够完全包容神 那一个人怎么能够完全包容神呢 拥抱神呢 甚至天使怎么能办得到呢 所以这位看见过父的耶稣 他能够完全地拥抱上帝 荣下上帝 除非他是神 他就不能够完全地明白神 他是神的丰满的彰显 他把它表明出来 你怎么能使神的荣耀 完全地荣耀 向人表明出来呢 他穿上人的肉身 他变成一个人 这是他如何表明复的 有一个故事 有关这个Zacharias这个人故事 也许是他讲这个故事 也许不是 有一个人在印度 向一个人传道 向他做见证 那个人不信 他说我不能接纳 神能够降世为人 这个事实 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那么做 有一天这个人在路上行走 他看到了一个 蚂蚁的山丘 他想看看这些蚂蚁 因为这些蚂蚁忙忙碌碌在那工作 但是当他的影子 一照在蚂蚁的小山上 所有的蚂蚁就躲在他的影子上 他们吓死了 他就自言自语说 我巴不得能够向蚂蚁说话 我巴不得让他们知道 让他们明白 我不是要伤害他们 我巴不得我能够变成一只小蚂蚁 突然它开窍 神也变成一个人 为要把他自己向我们表明出来 为要拯救我们 成全救赎之功 代替我们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除了神的儿子 没人见过他 好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 这是另外一个 对我们所刚刚学习到的 另一个肯定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复坏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这里我要强调几件事 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完美的交通 他们是和一的 他们当中没有任何蓝图 没有任何有关父的事 子是不知道的 然后子又把父向我们表明出来 我现在要讲的一个 是一个很可怜的例子 但我只有这个例子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 听传道人讲道 他在教导一段 你从来不理解一段经文 他就开始把这段经文里面的意思 一一的细细的展开来 你说我明白了 我开窍了 我看见了 我从前没有明白过 我现在 哇 这事太妙了 基督来 他把父神向我们显明出来 他是这样的 哇 从前没见过 父神那样的 哇 这奇妙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基督所做的 好 我们再看看几段经文 然后我们就要结束 耶稣是如何把父神显明出来 表明出来的 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 我们已经看过这段经文 我们再看一遍 爱子是哪 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守身的 在一切的受造以先 被造以先 这位看不见的神 他是无穷净的 无限的 这是你第一件我明白的事 这是无穷的完美 他是无穷的超越 高超 任何比神似等的是他的形象 可能吗 你唯一能够说可能的话 是 if you have a very low view of God 那你对神的认识太低级了 太肤浅了 当然 有人可能是神的形象 他不是神 除非你有一个很 对神的认识很出浅 很低俗 如果你看到神是 何等的无限 何等的高超的时候 唯独那位与他同等的人 才能够完全的彰显 他的形象 不仅仅是彰显而已 而且就是他的形象 而且是他一个完全的代表 没有人够资格办得到 除了神自己 基督就是神 好 我们再看一节经文 我们就结束了 约翰十四章第九节 耶稣对他说 菲利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 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好 不管你怎么解释这段经文 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 他就在亵渎 他在亵渎 对不对 那看见我的 就是看见了谁啊 亚伯拉罕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摩西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你记得摩西的脸在发光吗 摩西有没有说 看见我就看见没有 如果耶稣说这话 在法利赛人面前说的话 或者任何犹太人面前说的话 他们会马上尖石头把他打死 就像他们从前做的一样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这么做 因为他使自己与神同等 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些 关乎门徒的事实 他们是犹太人 他们知道耶稣说的是什么话 为什么他们不打死耶稣呢 因为他们看到耶稣 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命 他们看到耶稣平息风浪 他们看到耶稣有权并医治一些疾病 他们看见耶稣赶走 他们看到主耶稣叫死人复活 如果没有时间好 我们可以回到旧约圣经 看到只有神能够叫死人复活 在诗篇里头是神能够平息风浪 所以当基督平息风浪 他们知道他就是神 当他叫死人复活的时候 他们知道 这不是个人而已 这不是个天使而已 他乃是神 这叫人惊讶无比 一切你要明白神的事情 我现在会说一些话 听起来好像很亵渎 除非基督是神 听我所用的言语 如果耶稣不是神 我就麻烦了 一切一个人想要明白神的东西 都在耶稣基督这个人里面 可以找到 因为这个人 就是神 神降世为人 看到没有 在其他世界任何宗教和基督教当中 有一件事情 使我们与他们完全不一样 其实世界上只有两种宗教 在其他宗教里头 你怎么进天堂 是借着某些人的教导 你怎么回应那个人的教导 在基督教里头 怎么进天堂 是借着耶稣基督 这一个位格 这个人 你看这两者不同吗 我们不是借着遵行一些原则 一些方法 教导教会 赢得天堂 我们不可能赢得天堂 基督为我们赢得了天堂 我们是借着与基督认同 才能得救 我们是信靠他才得救 一切都是在乎他 从头到尾都在乎他 是他 太美好 一切关乎我的救恩的都在乎他 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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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依靠他 那剩余的靠我的话 我就没有指望得救 你要我证明吗 亚当夏娃犯了多少罪 才被带到审判台前被驱逐出境 离开伊甸园的 犯了几个罪 一次就够了 只要一次 有一次我在飞机上跟一个人讲 我在查考圣经 我的圣经 我们就开始谈论了 他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够进天堂堂堂 我在看圣经 我看看他 我说很容易啊 从你出生那一刻到你 我说从你出生到一刻 直到你死 你十全十美 万无一失 你就能够进天国 然后继续读圣经 我用眼睛的角落在偷看他 他就开始 最后 他就颠颠我 我说 怎么 你怎么进天国 对不起 你必须 道德十全十美 没有任何瑕疵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 直到你死为止 我继续读我的圣经 他说 谁能办得到啊 我办不到啊 我说 那你问题很严重 对不对 我之所以那么做呢 这也就是耶稣跟那个少年观对话的同样的方法 我当做什么才能进天国下人的父子啊 耶稣 你遵循这个诫命 那个吩咐那个诫命 你照着去做就行吗 他说我从小都遵循了 那么便卖所有 分给穷人来跟随我 有一条他没办到 你不可贪财 他爱他的产业财物 那个人也是这个问题 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救呢 好 我告诉你 如果你要靠你的行为的话 这就是律法的目的了 照着去行 你就可以活 如果你不照着去做 你就死定了 我们怎么得救呢 基督成了我们不能做的事 他活了一个完美的一生 在十字架上 他的百姓的罪都归算到他的身上 他为他的百姓的罪孽被压伤 借着他的死 他藏清了我们的罪债 所以现在父神可以赦免我们 仍然保持他的公义 因为他在他的儿子里 审判了我们的罪 他从死里又复活了 他升到天上神的右边 凡事相信他的人 不仅仅一切的罪得到赦免 但是你还需要明白一点 你要进天国 不仅仅罪得赦免才能进去 你进天国 你必须是十全十美 完全公义的 所以耶稣在世上 活的那个完美的生命 那些三十多年来 他的父总是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当你信的那一刻 不但你的罪得到完全的赦免 过去的现在的将来 一切是我的罪 然后耶稣所生活的 那个完全的公义的生命 你就穿戴上他的义了 就算在你的帐上了 如今 你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了 让我这么说好了 如果你能够明白 你会得到很大的喜乐 你不可能在神面前 比你现在更公义 你说 保罗弟兄 我还在犯罪 我知道 但是在神面前 神在基督里所看见 你的地位 现在的地位 你没必要等到上天堂那一天 神才称你为义 不要等到那一天 或者神要接纳你 爱你 没必要等到那一天 祂不会比现在 看你看得更公义 祂不会像现在爱你一样的 更加爱你 因为现在 你正披戴耶稣基督 完全的义 你完全被他所爱 这是一次成了的 一个交换 那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要照着神赐给我们的新地位 新生命而生活 要按照他 对待我们的眼光而生活 尽管我们活在世上 不可能十全十美 我们可能在成圣的路上 不断地长进 我们可以不断成长 我们也会成长 我们也会改变的 好 你刚刚听到这个道理 基督我们成了一切 如今你在神面前 蒙祂的悦纳 完全的公义 你就自言自语说 太好了 我可以出去啊 可以为所欲为 我还是蒙神所爱啊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其实你根本不信主 你不是基督徒 这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一个基督徒会怎么回应呢 你说 我在基督里 在神面前得以完全了 不管我做什么 神都爱我 既然如此 我要尽心尽意地为主而活 我愿意更加的公义 在我的生活上 我要更圣洁 你看这就是圣经的教导 这是我们的动力啊 我们不是为他活好 叫他能够拯救我们 相反的来 是因为他已经拯救我们 所以我们要为他而活 你看罗马书 在十二章第一节 罗马书就开始改变了 头十一章 一到十一章 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 一到十一章 然后到十二章 因此 所以 根据前面十一章的神的怜悯 为神的怜悯劝你们 慈悲劝你们 你要这么生活 所以为神的慈悲劝你们 以佛所述 这本书也是转列点在哪 第四章第一节是转列点 前面的四章 神为他的百姓 在基督里所成就的一切 一到四章 然后第四章 好 现在你去 你行事为人 当与蒙昭的恩相称 你要造着神给你的 这 恩 造这么大的恩典 你要造此生活 你要造此生活 如果你坐在那儿 你说我还不是基督徒呢 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呢 你要从你的罪中悔改 然后信靠着福音 悔改什么意思呢 心悔异转 你说仅仅如此 这是很大一件事 因为你的心是 掌控全身的中心 如果你的心意改变了 你的感情也会改变 你的意志也会改变 一切都改变 我给你一个例子 为什么你今天坐在这里 平平安安的 因为你不相信这个房子 现在正在着火 但如果你改变心意 你想这个房子着火了 那这一切都会改变 对不对 你的情感会改变 你的意志会改变 你的行动会改变 一切都改变 对不对 使徒保罗 他离开耶路撒冷 他离开的时候是大树的扫罗 在他的心中 他想耶稣是个假先知 他相信基督徒是异端邪说 他要去把这基督徒给逮起来 当他去大马色路上 他遇见了耶稣 发生什么事 他心回忆转了 他突然意识到 他从前 一切的认识都错 他一切都认识错误了 他以为是假先知的 其实是神的儿子 逮捕的那些老百姓 他发现原来是神的儿女 结果呢 一切都大改变了 他就开始传讲 他从前所反对的耶稣基督 让我们用现代语言讲 一个银行家 他就来到教会 无缘无故 不晓得为什么 他只爱钱财 他的车子 他的房子 他要人的称赞 这是他生活的目的 一切都为 他活着挺好的 他听见了福音 圣灵就在他心里 动善功了 发生什么事呢 他恍然大悟 他从前一切的认识 都是错误的 哎呀 都错了 都错了 结果呢 一切改变了 也许不是一下子 有一些改变是一步一步的 但是他的心意 他的心智 这一切都会改变 会影响他生命的每个层面 你是个年轻人 你想的都是在生活上 要找乐趣 好玩 你整天就照镜子 整天倒 如果你是女孩的话 你看自己的美丽 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你照镜子 看自己的肌肉 你所想到就是 年轻力壮美貌 就想到自己 有一天你突然听到耶稣 你发现原来你从前一切都错了 而且你也认识到 你的罪正在吞灭你 就算你停止犯罪 以后永不犯罪 你仍然是被定罪的 因为你触犯了神的律法 只要犯一次罪 你已经犯了成千三万次 上亿次了 你都数不清犯了多少罪 你以后永远绝望了 你不能做什么 但在福音里 你看见了基督 祂生活了一个你没法达到的生活 祂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就从死里复活了 坐在父神的右边 你就不再信靠自己了 你不再因着肉体自夸了 你知道你最好的行为都会定你的罪 你就放弃了对你自己任何的一切的指望 你信靠唯独神为你在基督里所成就的 你呼求主耶稣的名 你从心中信靠祂 神就拯救你 你怎么知道你得救呢 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如果你承认你信靠基督了 生命却没有改变的话 你又回到世界 那就显明你根本没改变 但是如果你真正信靠基督 祂会来 主宰你生命的万有一切 你会感觉到祂的祝福 你会学习祂的话语 当你犯罪的时候 你也会知道祂的管教 祂的纠正 你跟神的这个新的关系 你知道是真实的 因为你跟罪也有个新的关系 你不能跟罪为伍了 做朋友了 从前你所喜爱的 有关自己的 现在你恨恶了 你知道你跟神有个新关系 因为你跟祂的话语 有个新的关系 你想要明白祂的基督 你也愿意顺服 当你不顺服的时候 你就会痛心 你也知道你跟神有个新的关系 因为你跟世界有个新的关系 你不再爱世界了 你会看到世界的真线 是 世界还会引诱你 你也许有时候会上当受骗 有时候你也甚至被世界所吸引 但是慢慢的 你会认识到世界是虚空的 如果你跟神有个关系 你跟神的百姓也会有个新关系 你愿意跟基督徒在一块儿 真正基督徒 这些喜欢讲论耶稣的基督徒 你也愿意在圣洁中长进 如果你们当中有人 对自己的灵魂担忧 之后你可以跟我 或者跟我们谈论 我会告诉你 悔感 相信 信靠 信靠基督 你可能只是暂时地寻求他一会儿 他就拯救你 你也许寻求他很长时间 好几个礼拜 他才拯救你 神的灵有主权 神吩咐你 要悔感 要信靠 你要等候在他面前 直到他告诉你 你得救了 不要让一些传道人告诉你 你得救了 我可以告诉你如何得救 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些原则 怎么样子 可以使你有得救的确据 but only the spirit of the living God 唯有永生神的灵 才能够给你真正的把握 告诉你 你得救了 从神来 我们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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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